相当危险 为了报复居然亲门踏户 台中这40多岁的男子白天跟朋友吃饭 但是聊天聊聊 心情不好 觉得对方乱讲话 内心积悦 晚上马上有动作了 带着汽油弹居然跑到了朋友家中 朝一对夫妻就直接丢 让两个人都受伤 一片混乱 就在民宅客厅常做饮料饭菜被人打翻 沙发表皮也稍毁 露出黄色海绵 原本应该是整齐的住家空间 无端遭到袭击 屋主在一夜过后看着房子内外的乱象 就像做噩梦 只能无奈地收拾餐局 不止一次 第二次 不是第二次 怕死第二次 也奇怪 怕就偏偏来 很喜欢来这里放火一样 屋主指控胸前已经不止一次做出攻击行为 这一次秦蒙打后到家里来逞凶 而凶器就是这个东西 汽油弹查点成为杀人工具 凶贤透过民窄的红色大门和客厅旅门 把准备好的汽油弹丢进屋内 还原客厅当时有六个人正在聚餐聊天 结果一对夫妻闪避不及被砸中 造成伤害 受伤的夫妇 一个轻伤 另一个三度灼伤 疑似日前和嫌犯有过口角冲突 结果遭到嫌犯长时间锁定 之前拿刀砍 现在就连汽油弹都被拿来当作报复工具 凶险犯案之后 逃之遥遥 今天新闻公益的台中采访报道